这个闭婚就结到这里了 伴随着十个女孩的齐声大喊 砰的一声 手持里花筒 喷出蓝色爱心形状的五彩纸屑 坐在人群中央的寿司 身着黑色吊带裙 戴珍珠耳环 一头微卷的长发 笑容明媚 一群女孩聚在KTV包间内 为主角寿司举办离婚 party 伴随着尿跳舞妈的BGM 寿司手捧鲜花 站在热烈祝贺女明星 百万人气博主宋女士 单飞的展板前 开心的大笑 跨火盆 吃蛋糕 敲破壳蛋 大场分手快乐 在喧闹欢快的氛围中寿司 想维持了四年的婚姻告别 几天后 寿司将这次离婚 party 剪辑成35秒的vlog 发布在她的小红书 文案写着早知道离婚这么快乐 早就离了 在小红书 这条视频获得22.5万点赞 1.6万收藏 和将近1万条评论 网友们在下面评论道 怎么办 隔着屏幕 想给你放一挂边 这种活动 太有必要了 这是全网第一人吗 我居然才发现 离婚就值得这么庆祝 三个月前 寿司委托好友摄影师 Felix 为自己全程跟拍离婚 这也是Felix第一次尝试离婚跟拍 此后 伴随着离婚跟拍在社交媒体的火爆 Felix又做了六七场离婚跟拍 在Felix看来 充满仪式感的离婚跟拍 是当代年轻人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而离婚并不是人生的败笔 毕竟婚姻很难以成败而论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自我认知 只要当下的状态是满意的 我觉得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 Felix对凤凰网说道 正如日剧最完美的离婚中所说 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 其目的都是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一 再见爱人 及时止损了婚姻 33岁的寿司是一名生活博主 在他细腻的镜头下 生活显得慵懒舒适 软妆好物 海边露营 猫猫日记都是他的分享主题 也正是源于对生活的体察 让寿司产生了离婚跟拍的想法 几个月前 寿司去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 他发现大厅里很多登记结婚的人 会请摄影师跟拍 我觉得结婚有相应的仪式感 那离婚也需要 寿司向凤凰网表示 据后浪研究所报道 寿司和朋友吃饭时 他将这个想法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告诉好友Felix 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 领离婚证那天 Felix跟拍了寿司的离婚权过程 包括那场异常出圈的离婚 party 和以往拍摄经验不同 因为离婚跟拍的特殊性 Felix只能通过局部特写 和两人的背景故事 去设计镜头语言 拍摄前 Felix特地去民政局踩点 他发现 婚姻登记处 有一个幸福婚姻学堂小讲台 在寿司办完手续后 Felix找到一把剪刀 和一个写着百年好合 永结童心的双喜红包 让寿司在幸福婚姻学堂前 将红包的双喜字减掉一半 百年好合吗 那我们就百年不好合 寿司洒脱地说 在传统观念下 离婚往往被当作一件 有前科的事情 父辈们面对婚姻困境时 大多选择凑合着过 但对于寿司这代人而言 他们的青春宣言 似乎变成了 在婚姻中及时止损 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今年九月 婚恋观察这人秀 《再见爱人》 已经走到了第三季 六位主角将婚姻中的挣扎无奈 苦涩难堪 一股脑 展现在观众面前 某种意义上 《再见爱人》的热播 也反映出 人们面对离婚时 心态上的转变 离婚曾是不可以 大肆宣扬的家丑 如今 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 离婚变成了一种 积极的人生选择 即便对总把私生活 藏着掖着的明星而言 离婚也不再是人生污点 他们开始形成 新的时代叙事 离婚后重新搞事业 不再为男人而活 有钱有盐 又美又撒 大流之下 普通女性 也将自己的离婚经历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帖子下面全是恭喜 Felix认为 到了奔三的年纪 身边总有几个离过婚的人 离婚不该被当作一种禁忌 两个人在一段时间里 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 有开心有不开心 离婚是见仁见智的事 有些人觉得 是一个新的开始 有些人其实并不想有新的开始 跟拍时 寿司显得开心而平静 带着不会再被对方 拖着节奏的心态 寿司无比开心的 奔向婚姻的终点 离婚对于她而言 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女生 抛却掉对离婚的羞耻感 在寿司的视频下 网友丸子甜品评论道 建议全国推广 有的女生还觉得 离婚很羞耻 多勇敢啊 二 离婚跟拍 口还大于实质 婚礼摄影师 达奇见过许多种爱情 但离婚跟拍 还是头一回 离婚夫妻是达奇的好友 两人相恋十几年 最终走向婚姻 达奇是两人的婚礼摄影师 每年都会帮他们拍中年纪念照 她见证了两人四年的婚姻生活 甚至还在想 明年纪念照拍什么主题 就突然跟我说要离婚 达奇有些惊讶 但没问原因 便答应了下来 她觉得也算有始有终 跟拍是女生提出的 离婚同样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值得记录下来 于是达奇顺势而为 成了Felix的同行 朋友离婚后 达奇发现 他们共同养了三只小狗 所以仍旧有联系 和大众眼中的离婚不同 当代年轻人 离婚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 决绝和怨怼 他们似乎更崇尚 好聚好散的离婚方式 和结婚不同 离婚跟拍过于小众 网上能搜到的案例并不多 各大平台搜一圈 都在说接这块的业务 但实际发出来的案例 不超过十个 Felix说道 跟拍结束后 Felix把寿司的离婚跟拍照片 发在社交媒体上 这门冷淡的生意 就这样传开了 人们开始主动联系 他所离婚跟拍 到目前为止 Felix接了六 七场离婚跟拍 平均一个月一场 在接到离婚跟拍需求后 Felix会主动找被拍者聊天 询问离婚原因 碰到不愿多说的客户 Felix只好临场发挥 在Felix看来 离婚跟拍不同于商业拍摄 可以拍摄完就收工 这涉及到一些个人生活 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朋友 更多的还是顾及到 他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每次拍摄结束 Felix会邀请客户 找地方作者聊聊天 顺便将照片选出来 五年前 Felix也曾经历过离婚 在拍摄期间 他会主动向被拍者 提及自己过往的感情经历 希望借此舒缓他们的心理压力 碰到想继续拍摄的客户 Felix会帮客户拍一套写真 当作送给对方的礼物 Felix很少碰到情绪激动的客户 可能他们内部已经消化掉了 到真正办手续的那天 其实已经过了反反复复 情绪激动的阶段了 少数人在离婚当天 仍会情绪崩溃 碰到这种情况 Felix会站远一点 或是暂停拍摄 他认为 当事人的情绪是离婚跟拍时 十分重要的一环 新奇小众的离婚跟拍 曾一度引发热议 但在达奇看来 离婚跟拍这个行业 噱头大于实质 大部分来询问离婚跟拍的人 停留在口嗨阶段 在社交媒体上 摄影师发布离婚跟拍帖子 要远多于像寿司这样的被拍者 大多数人还是觉得 没人知道为好 不敢张扬 达奇说道 除了低调处理的心态 还有一些人会担心照片引发回忆 本能的去避免留下照片 但在Felix看来 无论结婚还是离婚 只要是开心的状态就没问题 三五年的时间在生命中流逝 开不开心都是一个过程 有头有尾就好 相比于离婚 如何转变心态 开启新生活 似乎是更为重要的课题 三 重启人生 在婚姻中毕业 前段时间 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梗 问父母结婚有什么好处 网友将长辈面对镜头时的犹疑 尴尬录下来 配以妈妈的沉默震耳欲聋的文案 引发诸多笑话 但笑料终究是笑料 中国是催婚 仍旧无处不在 接触了一些离婚跟拍客户后 Felix发现 来找他跟拍的 大多是28岁到35岁的年轻人 结婚持续时间在三年以内 更多数据显示 很多人离婚 是在二到三年内发生的 很多婚姻是半推半就的 在恋爱还没谈明白时 就被推着结婚 生孩子 两三年之内 很快就会出问题 上大学时不让谈恋爱 刚毕业 马上催着相亲 这样的叙事 对于每个中国年轻人 都不陌生 等于刚拿到驾照 就让你上高速 一路开到底 你连练习的机会都没有 Felix如此形容 中国式催婚 香港大学 法律学习教授贺心 曾在演讲中提到 我国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 占全国审结离婚纠纷案中的74% 而找Felix离婚跟拍的 也是女性居多 Felix也对凤凰王表示 女性在婚姻中承受的压力 要大于男性 女性如果要选择一个男性 作为自己的结婚对象 她考虑的事情 肯定比男性多很多 在些爱人导演 涂海也意识到 在节目制作前面是嘉宾时 男性都觉得婚姻没有问题 而女性都很清楚 问题在哪里 在Felix看来 大部分人离婚70%到80% 都是沟通问题 一方没有完整地 表露出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可能也没有完整地 get到对方 想要传达的东西 很多都是讲一半 不欢而散 美国休斯顿州立大学 心理学教授罗兰 米勒在亲密关系中 曾提出一个理论 亲密的自我表露 即向他人 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 和选择性地保留一些秘密 都能促成婚姻的美满 相比男性 有着高表达欲的女性 更容易轻松自在地 谈论自己的情感 而当他们感受不到伴侣的关爱 理解和尊重时 对婚姻的满意度变会下降 Felix将离婚比作毕业 婚姻是一门客 有长有短 毕业后 大家的走向各不相同 重修这门客的话 会比第一次更好一点 接触了很多离婚案例后 Felix仍旧没有对爱情失去幻想 重点是 遇到的人是谁 结婚与否都是个人选择 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就行 如今 Felix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他会本能地避免 踩第一次婚姻的坑 生活支离破碎 但如果有一个好的队友 和你一起减下这个破烂 我觉得也不错 Felix说道 本人都会有没有 放下就能够 不过来 想要看 不过来 不过来 非常有趣的